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回集营商节目时间 刚刚看过中小企业在营运方面 对资金的需求都很恩切 这一节我们又请来嘉宾 谈谈现在经济环境 和中小企业营商的情况 首先有汇丰亚太区业务策略 和经济顾问梁绍基的George 和代表京王工程董事总经理 苏宗法先生的William George和William 现在讲通货膨胀 很多经营成本上涨 你们怎么看现在营商的环境 我想现在营商环境 对于中小企来说的确是恶劣的 因为通胀上升速度快的时候 变成了营运成本 无论在租金、人工、物料方面来说 上涨是比起他们的商品 买出去的加价能力是快的 那变成了对他们的利润的压缩 是相当的重要的 如果要将成本转价去给消费者 一来要看他们可不可以接受 这个价格的能力 其次其实那个时间都是需要的 所以变成了在高通胀的情况之下 里面来说 对中小企的确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 William 你觉得作为中小企 这方面你怎么去应付呢 我们最怕材料上升的速度和波幅 在很短时间很大 我们其实对策是没有的 只能够面对 因为我们的工程在我们的行里面 有长有短 如果短的话 我们真的是触手无策 只能够看它承受它的成本上涨多少 如果长有未来的话 唯有转价在这个消费者 就是我们的客户 但是客户之中来说 亦都会面对一样东西 就是说它贵了的话 可能缩衫不做都不定的 亦都影响到我们行业的发展 但是好像George刚刚说的 成本上涨了 那转价是中间的时间 那你中间 譬如你作为中小企 资金方面 那你怎么去应付呢 当然可问George的钱 我想现在幸好的就是 资金成本仍然是便宜的 因为息率仍然是一个比较低的环境 这方面来说 我想对中小企是有一个帮助 但是如果在万一息率开始回升的时候 我想它们会有一个比较相从的压力 所以变成在营运方面来说 对于在定价或者再接伸单的时候 要很留意这方面的因素 以免一个定价过低的情况之下 令到自己利润可能会出现亏损 那譬如在市场方面 需要不需要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呢 譬如成本越来越高 价钱可能被人压得很低 尤其是世界的经济 是否真正复苏 大家都不知道 譬如作为中小企 William 你觉得可以做些什么呢 譬如我只是不断地去大陆 或者去东南亚 是否想想其他市场去发展一下呢 我们那一行呢 其实就是 中小企很难向外面发展 我们最能够 可以做一道的去澳门 或者是中国内地 但是去的地方 也都不会是远或者是大 例如为什么呢 在国内里面来说 或者是要说我们所说的 他们叫资质 中小企在上高 尤其我们那一行 建筑或者基电行业 基本上很难拿到资质在里面营运 澳门来说 他们都面对澳门的労工的问题 所以其实香港的中小企 尤其我们的基电工程这一行 资质人家是很集中 几百分之八十是在香港那方面的 就没得想的了 那在労工方面 那当然是最低工资了 那又对你更构成更大 最低工资 对于我们那一行来说 基本上我们那一行 根本上就跟最低工资 是高很多的 高很多的 高很多的 那不是那些很便宜的工人吗 那些我想是其他行业的 因为我们始终那一行 都是有一些是技术上的要求的 不是普通的一般的行业 Georgia最近出了一个报告 就说在这个世界的营商环境里面 香港就仍然是保持十一位 新加坡呢 就由第五升到第三 那我们怎么办呢 以前也算是接近一点 现在被人越拋越远 那我们做些什么呢 过往几年是做得挺好 我想它的忧患意识可能比香港强 因为第一 它没有香港可以背靠祖国 仍然都是地盘 在东南亚那里 那现在就是中国的崛起 其实生意流 慢慢都是偏向中国那方面 所以变成了新加坡政府很着力 去开发一些企业去辅助他们 投放在那方面的资源 还有很努力去发掘新的人才供应 现在其实新加坡政府有很多输入的劳工 在外面是技术劳工来的 那他们并没有抗拒 就是那个所谓劳工的组合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来说 它控制成本去做得很好 在辅助企业方面来说 新加坡一向都有先例 无论是税务优惠 或者是直接的基金投资 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所以变成了 在新兴的工业方面来说 新加坡的确 经营环境 在政府的辅助方面来说 是比香港大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优势逐渐是比香港强的 如果说到辅助企业 香港政府一做一点点 我们就说官商勾结 利益输送 这方面你怎样看呢 一会再问 你从中小企业来看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情形存在呢 我们是真的有面对劳工的短期困难的 尤其是现在政府 为了扶持或者某些企业 或者是打压房地产 或者是要做到一个 要令到经济上起飞 扔很多东西出来 迫地铁上盖很多东西 但是香港的劳工的资源 是不是足够在这么短时间 是可以迎合到市场的需要呢 但是你都知道 政党很多东西有问题 你们想输入劳工 是没有可能的 新加坡 我们去新加坡 我们看到很多些 譬如泰国 其他一些南外人士 是说几数以万计的 在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 他们政府接受 而本地的政党 本地的行业 是没有人去吵的 Georgia 又说回刚才我说的利益输送 官商务杰 你怎么看作为一个大银行的首席经济 其实香港经济已经转移到一个地步 老实说 面对需要 政府在一些新兴的行业里面 是要去有政策的辅助 我想怎么说呢 现在中国的发展里面来说 已经去到不是一个低成本的发展 我想大家都知道 珠江三角洲的劳工成本上进力很重要 人民币都在升 很难再用一个大量生产 去赚一个低廉的利差 来去营运这个模式 现在需要的就是说 中小企业去转型 投资在一些产品的开发 令到它的利润差拉闊 然后才可以做得到这一方面的市场 就算是所谓的内销 你都要开发营销网络 你才能做得到 这个是需要投入上大量的资金 人力去开发的 香港的中小企 其实在这一方面来说 有很多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 有很多有能力的 他也都未必想投放那么大的资源去投资 所以变成在转型方面来说 是需要政府有一些的 就是宽面的政策 在六大产业里面 有一些什么是辅助 和内地的政策 如何去融合 谈一个接轨的问题 让它可以融入内地的内销 分销政策 这些以往来说 很难自己香港的商人独自去做 香港的商人 其实已经通过商会 去反映很多的意见 但是始终就是说 它们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所以变成了 一定要由政府去带头 但是今时今日里面 如果政府说要去整个基金 辅助某一个企业 那其他企业 吹出来又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 分猪肉分不云 所以变成了 政府要比较 要有一个领导的能力 去说服群众 我这六大产业 或者选择某几个产业 是需要去辅助在这个形势之下 如果没有可能 你有支援的组织 去出现这个产业去上升 如果我们看回新加坡的这个药剂业 这个台湾的电子业 韩国的也是一样 各个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不少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开发外国的市场 香港在这方面来说 我不可以说它是意识的薄弱 而是它是一个传统 是不干预去做 等你商人自己去做 但是现在世界的竞争性 已经去达到要全民投入的了 你看美国政府都带了一队 由总统领队出去营商 去兜售卖产品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我想相信要整个思考 让社会去想 这个辅助工业来说 不是说我将利益识信 而是要投放在一个行业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温床 去令这个企业去成长 如果不是香港 老实说 现在四大产业 有很多都息味的了 没错 只剩下一两个支柱 那够不够呢 这个从一个经济角度里面 还可以 或者香港不是说很多人 可能要值得金融或者贸易 你说可以足够 但是对于一个劳工市场里面 不是个人都做金融 是的 有很多是做开其他行业 那我是不是 你需要找一些新的产业 去给一份工去做呢 你不可以全部依靠旅游的 如果将来中国 将税减低的时候 可能旅游都不能足够 是的 所以这方面我想要全民去思考一下 如何去做法 你说得很对 我想这个政府和全民都要思考一下 我们今集的时间就够了 很多谢William和George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